不少打工仔,為了提神,早上都會喝一杯咖啡 如果這杯咖啡選擇錯夢的話,可以令你九日肥一磅 例如Mokka,一杯都已經400卡路里 相當於兩碗飯的熱量 自想一下,如果你是每日都喝的時候 你九日就會肥了一磅的肥高 另外這一杯Mokka,原來當中有七茶匙的糖 還有四茶匙的油 如果你一心喝了它 你的血脂和血糖突然間都會高了 如果你想健康一點的選擇 你可以選擇一些黑咖啡 例如Mokka,這咖啡是另糖和另脂肪 如果你想減肥,而且又想做運動 表現好一點的話 然後做運動之前一個小時 喝一杯黑咖啡 其實可以令你的運動口更好 更有了消脂 當然,我們喝咖啡量也有上限 而一個人,一日來講 兩至三杯平衡咖啡已經是上限 當中已經含有300毫克的咖啡 每天喝有機會去骨汁疏鬆 千萬不要四、五杯咖啡當水喝 會令你的皮膚更加差 以及身體會脫水 謝謝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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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大家